夫妻相处的过程中,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当两个人之间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感情很容易破裂 那么当一个女人在婚姻或者爱情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几种表现,男人别当不存在 一,喜欢抱怨 女人对感情是十分敏感的 当一个女人在感情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时常抱怨 方面原因可能是觉得你不够爱她,希望得到更多的安慰和鼓励 二,莫名生起 两性相处中,女孩子常常会无理取闹 其实不过是因为想得到更多的关心 在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比较烦躁 希望男人都向她妥协 说到底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三,情绪不定 当一个女人对你忽冷忽热,情绪比较微妙的时候 很可能会容易生闷气 有时候不愿意立马就说出来,而是把情绪积攒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用自己的沉默来考验你 说到底还是觉得你不够爱她 四,不信任你 当一个女人总是疑神疑鬼猜测的时候 其实也是觉得你给她的温暖不够 所以你要多关心她,多温暖她 女人都不信任,就是来源于男人给的安全感不够 当一个女人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心理上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所以在相处的过程中 两个人应该互相沟通,相互交流 你们觉得当一个女人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会有什么表现